俗话说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健康也是如此,健康的背后需要常年累月地坚持自律。 坚持好的健康习惯,必定会对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肆意挥霍健康,也会给未来埋下祸根。 尤其是在晨起,睡前这两个关键的养生节点, 更是要多多注意,身体才会越来越棒。 一、晨起做这三件事,当心把身体拖垮。 一、长时间陷入悲伤的情绪里, 照理说清晨是美好一天的开始, 但很多人都会经历一小段低潮, 总觉得没睡够,心情烦躁,有悲观的情绪, 甚至是自杀的念头,自古逢秋悲寂寥。 好,现在秋天的气息越来越浓, 不少人还会受季节影响,容易情绪低落。 早上出现的这些现象, 更多鉴于我们常常说的起床气。 起床气又被称为液态睡眠, 只发生在入睡时,睡眠期间或从睡眠中醒来时, 各种令人不愉快的生理事件或体验。 如果你常常有这样的体验, 给大家几个建议, 首先,不要放任自己一直沉溺于悲伤的情绪中, 可以转移注意,找点事做。 比如听听舒缓的音乐, 做做运动, 吃顿营养的早餐等等。 此外, 通过改变睡眠习惯来解决。 比如睡眠不好的人, 可以尝试在相对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 睡前避免喝茶、咖啡和奶茶等。 二, 太用力, 早上起床后, 宜温柔剂用力。 给大家说说几个错误示范, 一起床太用力。 人睡觉时, 大脑皮质处于一种休眠, 抑制状态。 如果醒后起床动作太大, 容易头晕, 跌倒, 甚至发生脑血管意外。 建议起床动作不要过猛, 还可以先花五分钟唤醒身体, 比如在床上伸伸懒腰, 踢踢腿等。 二, 排便太用力, 人在用力排便时, 腹内压会增大, 时间久了, 容易引发痔疮。 而且, 对于中老年人或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 还会增加心脏负担, 可能导致心肌梗死。 建议, 有变异就去厕所, 没有变异就别勉强了。 三尘炼太用力, 早上的时候, 人体生理节奏未经预热, 精力和体力没有充分动员, 如果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 极可能使人感到不适应。 建议, 选择一些不太剧烈的运动, 如太极拳, 散步, 坐操等。 同时记得运动前先简单的热身, 晨练前可以先喝点水, 吃点东西, 避免造成低血糖。 三, 憋尿。 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 早晨的时候, 旁观往往已经充盈, 急需释放。 但不少人会犯懒, 选择憋一憋, 再赖会床, 还有人觉得不是那么急, 先去做点别的事, 也憋一憋。 首先, 憋尿对身体伤害极大, 不仅容易引起尿路感染, 还可能引起肾余肾炎, 损害肾脏。 而且, 对于一些本身就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 还可能发生猝死。 尤其早上人的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运转, 如果长时间憋尿, 容易使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发生意外。 曾有媒体报道, 有一个姑娘在早晨猝死, 死因很可能就是憋尿, 所以, 想上厕所就赶紧去, 别憋着。 二, 睡前不要做这两件事, 否则小病大病跟着来。 一, 不要带气入睡, 老话常说人生在事不如意之事, 十有八九。 在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令人生气的事, 也很容易出现带气入睡的情况。 有些人是白天遇到不开心的事,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越想越气, 还有些人是回到家, 孩子和另一半惹自己生气, 又无法排解, 只能带气入睡, 中医说怒伤肝, 愤怒的情绪使人体的气上腻, 并会伤损肝的功能。 现代研究发现, 生气会伤害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 而且, 生气对胃的影响尤其大, 很多人年纪轻轻就被胃病盯上, 其中就有情绪的原因。 总之, 带气入睡, 伤身又影响睡眠, 而睡眠不足又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 消气小建议, 转移注意力, 不去想那些惹你生气的人和事, 迅速离开使你发火的场合, 慢慢平静下来, 尽快发泄和释放, 比如向朋友痛痛快快地倾诉, 看看电影等。 暗暗消气学, 百会学, 不断修身养性, 改变自己看问题的方法与角度, 做到少生气。 二, 不要带失入睡。 很多人怕损伤发质, 从不用吹风机, 头发还没干就上床睡觉。 还有干脆就是懒, 没有完全吹干, 也去睡觉了。 事实上, 这个习惯很容易引起头痛。 睡前头发不干, 水分就会滞留于头皮表面, 当水分蒸发时, 会带走热量, 导致头皮温度降低。 这会反射性, 引起上呼吸道毛细血管收缩, 降低上呼吸道抵抗力。 这时, 病毒或细菌一成虚而入, 造成上呼吸道感染, 出现头痛等感冒症状。 所以, 记得一定要把头发晾干, 或吹干再睡。 此外, 一些好的习惯, 能够让身体越来越好。 三, 坚持三个好习惯, 身体越来越好。 一, 坚持运动, 定期运动, 不仅能强身健体, 让人身心放松, 还有助于防癌。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针对七万人的长期研究发现, 每天只要走路四十分钟以上, 就可以降低一半患大肠癌的概率。 相反, 缺乏运动会使人的寿命减少三至五年, 对癌, 心脏病和中风的概率升高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 建议, 每周坚持运动三至五次, 最好安排在下午或晚饭以后, 每次运动持续三十至四十五分钟, 不要超过一小时。 二, 动动脑, 不会老, 在电视剧《都挺好》中, 苏大强最后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俗称老年痴呆, 全然认不出女儿, 让人心酸不已。 老年痴呆, 大于六十五岁的老人中, 患病风险为百分之五, 到七十岁, 患病的风险将达到百分之十, 八十五岁后, 风险将达到百分之三十五至百分之四十。 而且, 在我国, 这样的老年痴呆患者有八百万多人。 该咋办? 国医大师邓铁涛给出这样的建议, 中老年人, 尤其退休的人, 只要条件允许, 最好能每天坚持读书, 看报或记日记等。 此外, 多与老姐妹们相约跳广场舞, 聊聊八卦, 多和好兄弟下棋打拳, 侃侃大山, 这些让人身心开怀的活动, 也有助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此外, 中风时, 脑动脉硬化等病是痴呆的主要元凶, 要注意早发现, 早治疗。 三, 好好睡觉, 睡眠对健康的重要性无庸置疑, 充足的睡眠, 能够让心脏, 大脑, 肝脏等器官得到充分的休息, 可以维持正常抵抗力, 有利于抵御癌症基因的冲击, 避免罹患各种恶性肿瘤。 总结来说,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预防脑梗塞不仅需要注意饮食和运动, 还需要注意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 特别是起床的方式。 逐渐唤醒身体, 避免晨起时的突然运动和重体力活动, 是降低脑梗塞风险的有效方式。 通过这些简单的生活调整, 中老年人可以显著提高 自己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小编这就带你去了解一下。 一、早起可能比熬夜更伤身, 良好的睡眠是保障身心健康的一个关键因素。 大家都知道, 熬夜对身体不好, 早睡早起身体好, 但实际上, 早起和过早起床是不同的概念。 国外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 研究参与者的睡觉时间都是四小时, 二十三点整到三点整睡觉的志愿者第二天的状态比, 三点整到七点整睡觉的志愿者状态还要糟糕, 过早起床的危害不亚于熬夜。 注意, 这种早起是指那些睡眠时间不足的人, 可能的原因是, 过早起床的人睡眠中断往往是突然的, 后半夜非快速眼动睡眠会大大减少, 主要为快速眼动睡眠, 睡眠的突然中断导致睡眠惰性。 睡眠惰性是发生在睡眠之后的一种复兴情绪, 表现为起床时昏昏沉沉, 认知能力下降, 情绪低落, 严重者可有方向感障碍或意识混乱。 睡眠剥夺还会加重睡眠惯心带来的不适感。 过早起床的人体内皮质醇水平更高, 它是一种与压力有关的荷尔蒙, 因此过早起床的人更容易患肌肉疼痛, 头痛, 皮质醇使人对外界刺激的警惕性增高, 也更容易烦躁和疲惫。 过早起床的人很容易疲劳, 因为白天较长, 午餐和午休的时间也相对较短, 更容易出现疲劳, 晚上就会更早躺下, 这样会出现睡眠昼夜节律紊乱, 所以熬夜和过早起床都是不健康的。 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七到九个小时的完整睡眠。 二、过早起床,身体也受伤, 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喜欢早起, 不到五点就起床, 其实这可能存在危险。 早起不是让人过早起床, 过早起床和熬夜一样, 都会导致睡眠时间不足, 产生睡眠剥夺的症状, 如急性睡眠剥夺会产生头痛、 头晕, 注意力下降, 烦躁等症状, 长期睡眠剥夺会导致身体免疫功能失调, 使患消化到疾病、 肥胖、 心脑血管疾病、 阿尔兹海默病、 免疫性疾病等风险增加。 三, 五种睡法可能会让你半夜老醒。 一, 睡得太早, 有些人唯恐睡眠时间不够, 晚上八到九点就早早进入被窝, 但太早上床, 身体还没做好睡眠准备, 进入被窝也会辗转反侧, 影响睡眠质量。 二, 午睡过长, 有问题的不是午睡本身, 而是午睡时间过长, 研究显示, 超过三十分钟时间的午睡会使晚上漫波睡眠时间段变短, 即让大脑深度休息的时间变少, 这必然会影响睡眠质量, 令人中途醒来或早醒, 因此午睡应控制在二十到三十分钟左右, 超过下午三点就不要打瞌睡了。 三, 三, 房间温度过高, 如果睡前感觉外界环境太热一方面不利于入睡, 另一方面也会破坏正常的睡眠结构, 影响睡眠质量。 四, 睡前玩手机, 如果睡前例行浏览社交媒体, 看剧等, 手机屏幕释放的蓝光会抑制人体退黑素的分泌, 应减少睡前看手机。 五, 睡前饮酒, 有些人觉得睡前喝点酒能睡得更香, 但实际上, 在睡着后最初的几个小时里, 身体会代谢酒精, 身体还要加班来代谢酒精, 会频繁起夜去卫生间, 这会使人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 睡眠质量大打折靠。 四, 帮你改善睡眠的七个方法, 一, 规律生活, 尽量每天同一时刻起床, 包括休息日, 有助于调好生物中, 起床时间不要过早或过晚, 建议7点30分左右起床, 也不要赖床, 过多赖床会导致睡眠片段化和浅睡眠, 建议尽量2300前入睡, 但不要过早在床上酝酿睡意, 等有睡意后再上床。 二, 增加体力活动, 如坐操, 跳舞, 打太极拳, 练鱼家等, 有助于减轻入睡困难, 加深睡眠, 但睡前两小时不要剧烈运动。 三, 控制饮食, 不要空腹或饱腹上床, 避免摄入过多的咖啡因饮料, 比如茶, 咖啡, 巧克力, 尽量戒烟现酒。 四, 做好睡前准备, 睡前可洗个热水澡或热水泡脚, 穿宽松水衣, 枕头高低, 软硬合适, 被子薄厚适当, 关灯, 关好门窗, 拉上窗帘, 营造安静, 舒适的睡眠环境。 五, 控制咽尿次数, 睡前两小时避免进食其大量饮水, 以免频繁企业, 如果患有膀胱过度活动症, 可考虑药物治疗。 六, 提防心理问题, 如有精神心理问题而导致睡眠不好, 建议只专业的医疗机构诊疗, 必要时可根据医主考虑药物治疗。 七, 学会放松训练, 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腹式呼吸放松法, 保持座位或平卧位, 肩膀放松, 闭上眼镜, 双手可放在腹部, 缓慢深吸气, 暂停一秒两秒, 缓慢呼气, 再暂停一秒两秒, 如此循环往复, 渐进式肌肉放松, 以手臂为力, 先紧紧握拳, 收缩前臂, 体会肌肉紧张后障。 三, 麻的感觉, 再逐渐放松打开, 体会放松舒适, 血流灌注后温暖的感觉。 按头面, 手臂, 躯干, 下肢的顺序进行训练。 注意, 长期失眠不利于身体健康, 更不利于情绪管理。 如果经过上述调节, 仍存在失眠问题, 建议到医院就诊, 健康睡眠小贴士, 过早起床的危害不产于熬夜, 同样可能会导致睡眠时间不足, 急性睡眠剥夺会产生头痛, 头晕, 注意力下降, 烦躁等症状。 长期睡眠剥夺会导致身体免疫功能失调, 使患消化到疾病、 肥胖、 心脑血管疾病、 阿尔兹海默病、 免疫性疾病等风险增加。 如何科学的早起呢? 早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坚持早起就更不容易, 养成早起的习惯虽不能一蹴而就, 但做到以下几点, 可以大大减少早起带来的痛苦。 一、早起的前提是早睡, 早起不是压缩睡眠时间, 睡眠充足才能够保证第二天的精力充沛, 晚上戒掉刷微博, 看剧和聊天的时间, 早些入睡才能为早起打下基础。 二、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早起计划, 生物中猛然改变会引起身体的不适, 习惯了九点起床的人想要早起, 最好的办法是每天比之前早起半个小时, 直到达到想要的时间。 一点一点来, 不要着急, 才更容易坚持。 三、 闹钟一想立刻起床, 不要拖, 早起最艰难的就是从床上起来这个动作。 很多早起都是在在堂五分钟之中变成了一场毁龙叫, 所以当闹铃响起, 马上坐起, 下地, 穿衣服, 脚踩在地板上, 就不会想着躺回床上再睡一会了。 四、 国学大师南怀景说, 能控制早晨的人, 方可控制人生, 一个人如果连早起都做不到, 你还能指望他这一天能做些什么呢? 无论多么大的成就, 都是从小的成功上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 人生的改变, 也是从一些微不足道的习惯和细节上开始变化的。 过好了这一天, 才能够过好今后的每一天。 当我们能够战胜懒惰, 抵抗诱惑, 保持勤奋和自律, 在不远的某一日, 就一定会收获自己想要的人生。 早点起床吧, 清晨暖暖的阳光穿透树叶照射在脸上的感觉, 真的很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